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新闻焦点节目 今天我们聚焦中共三中全会 这次会议在大清洗的阴影下召开 推迟数月后终于闭门进行 外界分析 习近平开除两名前国防部长的罕见举动 显然是为了树立威信 不容许任何质疑 中国经济放缓 民众信心缺失 这次全会能否推出重大经济改革举措成为关注焦点 与此同时 习近平的极权控制和对安全的高度重视 是否会进一步压制创业活力 官媒强调改革不是改变方向 但能否挽回国际投资者的信心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中共三中全会在大清洗阴影下召开 2023年的中共三中全会在一片阴霾中悄然拉开帷幕 推迟数月的闭门会议仿佛在预示着一种不祥的气息 20天前 前国防部长李尚福和魏凤和被开除党籍 军籍 这一罕见之举似乎已为这次会议定下了基调 一切围绕习近平进行 不允许任何质疑存在 费加罗报援引一位匿名的中国大学教授的话说 在三中全会前 开除两名上将党籍 军籍 就是要让党内所有人害怕 表明如果对习近平的路线有怀疑 后果将是严重的 习主席在经济放缓的巨大压力下 召开这个通常应提出重大经济方略的三中全会 旨在重申两个维护 即维护习近平核心地位和党中央权威 自从习近平推行坚决清零不动摇的决策后 中国经济和社会活力大受打击 经济一直未见明显起色 党内和民间因此对习的经济战略 和越来越强化的意识形态做法产生了越来越多的疑虑 中国官方提出的今年经济增长目标为5% 这是自1990年代以来最低的增长目标 根据投资银行Natexas的评估 中国的经济增长可能从2030年起降至2%左右 恒大房地产集团因欠债3000亿美元破产 无意敲响了靠轻易贷款刺激发展模式的丧中 青年失业率创下记录 消费为米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6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0% 远低于5月份的3.7% 在这一背景下 三中全会能否推出重大经济改革举措 令人拭目以待 一些怀念邓小平改革开放时代的人担心 习近平的极权控制将熄灭这个新生巨人的创业活力 观察中国政治的人士分析 三中全会的不正常拖延反映出党内的分歧 而习近平本人拒绝直面经济问题 2018年 在习开始第二届任期时 他已经回避了这一问题 更感兴趣的是修宪 为可能的终身执政敞开大门 此次推迟三中全会数月之久 也说明习近平对经济问题缺乏兴趣 对他来说 政治和安全高于一切 这次三中全会能否提出重大经济举措 甚至改变经济发展方向 令人怀疑 1978年的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式资本主义 1993年的三中全会意味着中国拥抱全球化 习近平2013年在三中全会承认市场力量的中心作用 一度让外界误以为 中国从此诞生了一个新的改革派领袖 然而 习开始倒退 且越走越远 经济领域实施越来越严格的国家控制 2023年 680亿美元外资逃离中国 国际投资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失去了信心 家庭和市场期望三中全会能发出令人放心的信号 但看起来不会提出一个 类似2008年那样的振兴经济计划 与此同时 中国地方数万亿美元的巨型隐形债务 正威胁着中国的未来 中国欧盟商会名誉会长伍特克向费加罗报解释称 问题在于领导人拒绝承认存在危机 各部委的大多数高级管理人员都很担心 因为他们了解自己的业务 但政治局的看法不同 下面的人必须服从 不要有过高的期待 改变方向似乎不太可能 中共党报《人民日报》在上周强调 改革不是改变方向 与其采取市场呼吁的紧急刺激措施 不如去勾勒新制生产力的轮廓 以其在与美国长期竞争的背景下 强调技术自给自足 新加坡国立大学研究员陈刚预测 全会将宣布改革 但不是私营部门所期待的改革 让电动车、笔电池、锋利发动机组成的新三样 淹没世界 但面临欧美指其倾斜剩余产能的指控 出口准入的问题也越来越严重 穆迪分析经济学家克鲁斯 对英国广播公司表示 外部针对中国商品的一系列新关税措施 可能使制造业的亮点变得暗淡 如果中国主要出口市场的准入受到限制 官员们将不得不依靠 维米不振的国内经济来推动增长 鉴于对国内经济健康状况的担忧挥之不去 这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习近平不会对此一无所知 所以他近来频频提到 所谓国际国内的严峻环境 这也是他重视安全高于一切的基本原因 过去一年来 党内清洗不停 前外长秦刚的处境至今不明 军方高层更是一直在经历大清洗 约有100名将军成为目标 李尚福和魏凤和的落马 可能预示着其他军中老虎的落马 6月17日 在中央军委全会召开前夕的一次关键会议上 身穿橄榄绿衬衫的习近平警告说 军队政治整顿需要进一步推进 这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 距禁会神辩论的党的高层来说 无异于一种警告 中共三中全会就在这种阴暗的氛围下举行 尽管外界期待三中全会能带来一些 振奋人心的经济改革措施 但种种迹象表明 习近平更关注的是巩固自己的权利 和确保政治安全 经济问题在他的优先级中已经显著下降 取而代之的是对内部稳定的绝对控制 闭门会议能否结合外界的期望 和党内的实际需求 推出合适的方案 仍然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无论如何 当前的中共三中全会 已经成为一个权力斗争 和经济困境交织的复杂局面 习近平能否在这个危机四伏的时刻 稳住局面 值得持续关注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中共三中全会在大清洗阴影下召开 其背景和意义引发了广泛关注和讨论 此次会议推迟数月 最终在闭门情况下召开 而在会议召开前夕 前国防部长李尚福和魏凤和被开除党籍的消息震惊了外界 这一举动被普遍认为是习近平向党内发出的强烈信号 任何对其领导路线的质疑都将受到严厉惩罚 并强调了两个维护的重要性 会议的背景是中国经济持续放缓 民众信心缺失 以及对习近平经济政策和越来越强化的意识形态的质疑 自从习近平实施 坚决清零不动摇的 决策以来 中国经济遭受了严重影响 至今未能显著复苏 中国官方提出的2023年经济增长目标为5% 这是自1990年代以来最低的增长目标 投资银行BateXS预计 中国的经济增长可能会在2030年降至2%左右 此外 房地产巨头恒大集团的破产 青年失业率创新高 消费疲软等问题 加剧了经济困境 在此背景下 外界对三中全会能否推出重大经济改革举措 怀有疑虑 一些人怀念邓小平改革开放时代的人担心 习近平的极权控制会抑制中国的创业活力 观察家们认为 三中全会的拖延反映了党内的分歧 而习近平本人对直面经济问题缺乏兴趣 政治和安全问题对他来说更为重要 2018年 习近平在开始第二个任期时 曾回避经济问题 而更关注修宪 为可能的终身执政铺平道路 中共三中全会通常被视为 推出重大经济举措的平台 1978年的三中全会 开启了中国式资本主义 1993年的三中全会意味着中国拥抱全球化 习近平在2013年的三中全会上承认了 市场力量的中心作用 一度让外界物以为 中国将迎来新的改革派领袖 然而习近平的执政逐渐转向极权和国家控制 2023年外资逃离中国 国际投资人对中国经济前景失去信心 此次三中全会被期望能够向市场和民众 发出令人放心的信号 但外界普遍认为 不会提出类似2008年那样的振兴经济计划 中国地方政府的巨额隐形债务 也威胁着未来的经济稳定 最终习近平是否把握住了普遍存在的焦虑情绪 或者全会公报是否会进一步显示 习近平的独行独断 将是此次会议的关键观察点 中国欧盟商会名誉会长伍特克指出 领导人拒绝承认存在危机 各部委的高级管理人员对此感到担忧 但政治局的看法不同 下面的人必须服从 改革的可能性不高 人民日报强调 改革不是改变方向 在与美国长期竞争的背景下 中国可能会更加注重技术自给自足 而不是采取市场呼吁的紧急刺激措施 同时 外部的关税措施 也可能使中国制造业的前景黯淡 如果主要出口 市场的准入受限 中国将不得不依靠疲软的国内经济来推动增长 这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习近平对此应有清醒认识 因此他强调国际国内的严峻环境 并重视安全高于一切 过去一年 党内清洗不断 前外长秦刚的处境不明 军方高层经历大清洗 约有100名将军成为目标 总的来说 三中全会在这样的阴暗氛围下举行 会议的成果和影响 将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和政治走向 产生深远影响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听众朋友们 我们从历史中可以看到 每次中国共产党召开三中全会 总是会带来一些新的政策和方向 虽然这次会议是在一片猜测和担忧中进行 但我们不妨回顾一下 1978年的三中全会 那时中国经济还在谷底 正是通过一系列改革开放政策 创造了经济奇迹 而这次 习近平主席或许会有新的经济改革措施 来振兴经济 问题不大 大家不必太过忧虑 楚天书 你这样说我真是笑得差点掉下椅子 你别忘了 现在的情况可和1978年不一样了 当时是邓小平主导改革开放 而现在习近平的路线是强调政治控制和意识形态 不是经济改革 再说了 恒大破产 青年失业率创纪录 外资逃离 你居然还说问题不大 你是住在火星上吗 谢琪琪 你这有点搞笑了吧 你说的这些问题确实存在 但别忘了中国经济的韧性 从历史来看 中国在面对国际压力和内部问题时 总能找到解决的办法 比如 1993年的三中全会通过市场化改革 使得中国经济迅速融入全球经济 这次我们也应该对中共高层的智慧和决策能力抱有信心 习近平主席在国际国内都面临压力 正好是大刀阔斧改革的良机 哦 楚天书 看来你对智慧和决策能力的定义和我有点不同 要知道 习近平在过去几年强调的是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 这怎么能和经济改革混为一谈呢 你说什么良机别忘了 外界对中国经济前景的信心已经大打折扣 680亿美元外资逃离中国 这可不是说说而已的 中共高层的智慧更多体现的是如何进行政治控制 而不是经济振兴 谢琪琪 虽然你说的很有道理 但我还是要强调一点 中国经济不是一时的困难可以击垮的 中国有着庞大的国内市场和强大的制造能力 这是很多国家都无法比拟的 你看电动车 锂电池 锋利发动机 这些新兴产业迅猛发展 未来这些产业将会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习近平主席也多次强调技术自给自足 这些都是长期利好因素 只要政策得当 经济前景依然光明 楚天书 你的乐观精神让我都要感动了 但是现实是长痛不如短痛 问题得不到解决 未来只会更加糟糕 电动车 锂电池这些你说的很好 可是别忘了 现在国际市场对中国商品设置了新关税 出口压力巨大 国内又存在消费尾米 地方债务高企等问题 光靠几个新兴产业是无法解决的 所以别再盲目乐观了 真正的改革才是出路 但显然习近平主席对这个没啥兴趣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哎呀 这次的中共三中全会 真是让人瞪大了眼珠子 三中全会 本应是个讨论 国家经济方向的重大时刻 但今年的会议显然被大清洗的阴影笼罩了 就像一场中国版的权力的游戏 在会议正式开始之前 前国防部长李尚福和魏凤和就被一锅端了 要知道 这可不是小打小闹 这可是赤裸裸的权力斗争 像在说 看谁敢对习大大提出质疑 看看这些大将们的下场 整个党内气氛瞬间紧张到连根手指都不敢动 一个匿名的中国大学教授满腹心事地说道 这次的清洗就是为了让党内每个人都乖乖听话 不然等待你的就是同样的命运 然而习近平的挑战不仅仅在于党内的权力掌控 更在于外界对它经济战略的质疑 中国的经济情况已经不是当年的风光无限 经济增长目标定在5% 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低水平 投资银行NetXS评估 中国的经济增长可能从2030年起仅剩2% 而且恒大债务危机 青年失业率创纪录 消费疲软等问题都像是一块块大石头压在习近平的胸口 让他喘不过气来 大家都在等着三中全会能否推出一些振兴经济的措施 可惜习大大好像对经济问题并不感冒 他更关心的是政治和安全问题 甚至有分析人士认为他在回避经济问题 完全不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 习近平对经济问题的冷淡态度显然让外界十分担忧 国际投资者已经用脚投票了 2023年有680亿美元的外资撤离中国 这可是个不小的数字 人们期待三中全会能带来一些让市场和民众安心的信号 但很明显这次会议不会提出类似2008年那样的大规模经济 刺激计划 尤其是面对地方政府数万亿美元的隐形债务 经济前景并不乐观 著名的中国欧盟商会名誉会长伍特克一针见血的指出 领导人拒绝承认危机的存在 而高级管理人员们则是忧心忡忡 这种上面的人不懂下面的人不敢说的现象 恐怕是中国经济前路的最大隐患 说到改革 许多中国观察家们已经不抱太大希望 尽管习大大可能会宣布一些所谓的改革 但这些改革似乎并不是私营部门所期待的那种 比如电动车 锂电池 风力发动机这些新三样 或许会被大力推广 但这也面临欧美市场的指控和关税壁垒 穆迪分析经济学家克鲁斯指出 如果中国的主要出口市场受到限制 依赖国内经济来推动增长将是巨大的挑战 这也是为什么习近平频频提到国际国内的严峻环境 他更加重视安全问题 试图在内外压力下保持稳定 总结一下 这次三中全会在大清洗的阴影下召开 党内气氛紧张得像瓷器店里的猫 经济问题被搁置一旁 领导层更关心的是政治稳定和安全 尽管外界对中国改革的期待仍在 但实际情况却让人失望 经济前景不明 内部债务问题严重 再加上国际市场的压力 让中国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诸多问题悬而未决 三中全会能否带来突破 恐怕还需要时间验证 这个闭门会议究竟会推出什么样的政策 我们拭目以待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